哥尔蒙现在不在这了 不在这了 哥 哥 你这种话你记得算我 你看看谁主持人 你看看人家 这种话本来都是应该你递给我的 拜托了 密枪 游戏的陌生人的感觉 哎怎么是你 这个位置我好像坐过 是的 我好像没坐过 是的 他训这个位置很干大 就大家都喜欢他来 但大家都希望他不要再搬再久 哈哈希望他走的举手 那我现在有一个要求 荷尔蒙现在 不在这了 不在不在这了 哥哥 你记住话你记住话 家人没来家人没来 这是我的家族 荷尔蒙暂时先要放在心里 在代班期间呢 作为代班指示人 有一个非常自私的要求 希望起一个新的名字 何卫组合也行 何卫小爸爸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有冒犯到 不知道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 喂 啊 啊 啊 哼哼哼哼哼 怎么能疫情期间你还瘦了 没有没有 其实胖了 可能因为他衬托的好 怎么会想到找你来演这个剧情 我们那个制片人姐姐 之前在一个活动上 见过我一会 但是那会我们也不认识 嗯 那个活动也有何老师 我就像是郭麒麟演艺 世界上的一根线 哈哈哈 一直穿着呢 二一的何老师 对对对 看了以后这些庆典还是得去 哈哈哈 先看谁主持 有有有有有有有 你看看人家 这种话本来都是应该你递给我的 对 为了能够让两位更加有挑战性更刺激 我们呢 会像很多现在年轻人看剧的习惯一样 把速度调成1.25倍 你们看剧调速吗 你拿个鸡腿干嘛 这不是鸡腿 这是个姑娘 姑娘 这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知道我谁吗 大概知道 知道 知道的给我打开 要不你自个儿试试 你知道这是哪吗 这是范府 府里上上下下都以我为尊 我让他们干嘛 他们就得干嘛 我现在让你把箱子给我打开 你这话有毛病 什么毛病 你刚刚说府里人都以你为尊 你又说你说什么 他们都得听 那你要是他们打死你自个儿呢 他们要是动手就得伤害 你说明不是以你为尊 他们要是不动手 那就是不听你的命令 你看此下矛盾了吧 两条件只能把读一个走吧 说的道理啊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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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嗨嗨嗨嗨